我高中就读于横南省山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当时报考这个学校也是看重了它加根于深圳 拥有深圳的创新与活力 还有就是它拥有国际化的教学 可以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我现在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计博士项目 希望通过四到五年的学习 可以进入国内高校继续做研究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四年学到最重要的就是 学习一定要有自主性 因为上大学之后你会发现 老师会给你很多的时间 让你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你就要学会怎么去运用这些时间 进行有效的学习 而这些自主学习的习惯 也会让你终身受益 对即将步入大学的高中学弟学妹们 我的建议是 选大学其实是选平台 视野最重要 当你能够看得更高更远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怎么能发掘 并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成就最好的自我 嗨 这是我现在读博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学 嗨 我是罗文 罗月荣 我来自广东佛山 高中就读于石门中学 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首届毕业生 在大学期间 我跟同学们一起创办了大学首届学生会 并非常有幸地在第二年公投当中 选上了第一届学生会副主席 除了学业和学生会之外 我还参加了许多志愿者组织项目 我现在在并没有为KBMG FRM部门做咨询顾问 目前的工作是给国内金融机构 做风控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方案 我就是一个全年无休的空中飞人 忙碌而又诚实 痛并快乐着 我觉得大学四年学到最重要的是 国际化思维 而其中这里的最重要的一块 特别是我们院长告诉我们的 就是辩证思维 也就是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于我而言 就是让我在舆论面前 保持自我独立思辨能力 不仁云云云 首先 如果你是已经有心意的专业 或梦想的学校 勇敢去追 哪怕这个专业不是时下最热门的 也不是你父母最推荐的 相信自己 但其实大多数同学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么我建议的是 你先利用寒暑假或别的假期 去做一些调查 甚至是实地调查 你可以去到学校那边感受一下 他们的风气或者氛围 最好能够去到图书馆 看看他们的一些情况等等 起码你要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从而去缩小自己的一个选择范围 或许选择一座城市的意义会更深于选择一所高校 你人生最宝贵的一次年会在这里度过 在考虑城市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很考虑他们的人文地理气候 以及是就业机会等等 总之 我祝愿大家都能够顺利地步入自己的理想 我是Gilbert 李子柒 我来自广东广州的中原中学 我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上学院 修读环球运营管理专业 然后未来的一年 我还会去耶鲁大学修读 Business and Society这个专业 我觉得在港中大深圳教会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时间管理 因为不仅要take care繁重的学业 然后我还有在音乐社团 还有创业组织方面的活动 所以说在这大学四年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技能 而且这个技能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 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选择自己 最感兴趣的专业 不负你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